最多的充電樓 這一支是最有你最早的社區 最早的方法 乘坐時他很安靜 但回到家 很多人都是卡在充電樓 對 就會有疑慮 它就像3C產品一樣 正常手機也是有起火爆炸的 大家不會去擔心這個事情 這是他避不屌的吵鬧 新竹的案子也是 吵得更兇 原本快要過了 然後今年就不過了 上個家談八年藥樁電動樁 沒下文 這個家 新竹的大火的問題 所以現在我們新的充電樁 都不能裝 那我們原本已經裝了五六支 他們有討論是說 是不是會禁止我們去用 我覺得這也是 我覺得蠻不合理的 不少人過了台電的評估 驗修 裝好後 換了管委會 一切重來 我們裝設的 電動車充電器的這個設備 是百分之百合法而歸 很可惜是 我們當初沒有保留 完整的會議紀錄 那變成說 我們在訴訟的時候 沒有辦法提出相關的證明 到最後 這個租也只能拆除 事項朝野立委 早在2021年 2022年 2024年 屢次想修法 讓區分所權會議 無正當理由 不得拒絕車主 裝充電系統 但法案至今仍一讀 無正當理由定義卡 卡三年 更別說 2023年 內政部甚至字體版本 改以用電評估 不得拒絕著手 將草案 將草案寒送政院 至今 當安全疑惑的聲音 仍是多數 法案推動 必有阻力 根據官方數據顯示 台灣到目前為止 沒有任何一起 因為裝設充電裝 而導致失火的案例 而輿論則聚焦在車底下的離電池 我們是否能夠接受它爆炸的風險 目前中央無法可管 地方從建管處消防局到產業發展局 這是無人把關 獨家揭秘北市府 7月4號下午 由產發局主持 邀請學者 內政部消防署 北市局處 針對社區充電裝裝設的會議記錄 建管處提到 公安申報沒針對社區充電裝檢查 事後風險控管沒規定 是否加強管理 有待國土署修法後配合 中央主管機關不明的情況之下 會導致現在 在整個充電裝的設置上面 甚至在管理 以及未來的救災上面 會有一些紛亂不清的情形 中央層級的權責 其實還算是清楚的 對應到各縣市政府的時候 就會顯現出 可能相對的比較混亂 府內裡頭的分工 那我就尊重地方 自己的這個分工權限 完善的法規 何時能在漫長的討論中 有結果 因為沒有法則 所以導致它可能 如同您所提到的 沒有強制力的這個問題 充電裝進到社區的話 我們會要求 公共意外責任型的投保 那這部分如果沒有投保 是會有法則的 當中央有一個明確的規範 出來之後 那我們再去針對 中央的規範這邊 去研理是不是要去提升 法律的位置 變成是一個自治條例 這個修法的進程在處理中 車主等待法規 地方等待中央 中央等待共識 所有等待能否換來 一個值得 我們新人電視好流驕傲 在台北採訪到 在台北採訪到